今天要開箱台酒的泡麵 是玉扇堂酒香蒙古鍋牛肉麵 那這個特色是 它有調理包還有五家提料理酒 打開以後呢 這個是麵條 然後這個是調理包 裡面呢還有調味粉包 料理酒包跟佐料包 一樣它是說把調理包放在上面溫熱啦 但我覺得就是這樣效果不好 所以我是另外泡熱水 時間到打開之後呢 先把它攪上 然後再加入調理包 它露給的很大方喔 最後才是加入調理酒 好那現在已經泡好了 來喝一下湯頭 這個酒香 有出來但是又不會太濃 我覺得剛剛好耶 這個湯非常好 給過給過 它有一點點微辣的刺激感 我覺得不錯 再來就是它的麵長這樣子 來吃一口 麵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 就是比較有嚼勁的口感的人 你可以不要泡那麼長的時間 再縮短個30秒左右 嗯 比起一般 黃色那種 常見的油渣泡麵 我比較喜歡這一種 再來就是它的肉 就其實給的蠻多塊的啦 就是看得出來它是有料的 就是看得出來它是有料的 是有料的 我覺得可以 這邊還有 然後來吃看看 嗯 這個肉也可以 給過 嗯 這個 的表現我覺得很不錯喔 如果你是本身喜歡這種 酒類泡麵的話 我覺得 這個口味可以去買來吃看看 至於它講的那個蒙古 真的有那個味道在 那是叫孜然嗎 還是什麼的 反正它就是有一個 抑鬱風情的味道 整個表現是讓人驚豔的 我覺得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買來吃看看